現在目前疫情有往中南部的趨勢 先前5月24號的時候 高雄市政黨他們很生氣說 台北市的數字會趨緩或是下降 是因為我們有黑數 可是問題是連陳時中都說 目前的確診率如果是10% 實際上可能是20%或30% 怎麼會只有台北市有黑數呢 市長你怎麼看 高雄將來黑數會更多 因為它的PCR量不可能有過台北 所以它的黑數會更多 所以你認為現在目前的黑數 就已經可能是更多的情況了 比如說高雄 有可能 我認為它的黑數會不會很高 您剛剛也談到了 接下來可能整體的疫情 會往中南部去擴散 台北是因為我們的人口聚集的比較密集 所以在整波的疫情 一開始都是以雙北市為主 那目前慢慢的可以看到 有點擴散到中南部 有沒有市長有什麼樣的預判 或是說身為台北市長有一些建議 是要給中南部的縣市可以來做參考的 他們還是要注意醫院的調度 醫院的調度 台北的醫院調度比較容易 中南部會比較困難 黃必勝講說呢 陳其邁市長是天天打電話給他 意思有點像是說 最認真的就是跟指揮中心討論的就是陳其邁 可是我覺得很奇怪啊 為什麼要每天晚上都通最多次電話 聽起來才像是防疫做得最好呢 沒有時常通電話 難道就是防疫做得不好嗎 可是當他們講說 高雄市長最常跟我通電話隱含著 所以他最認真 台北市會不會有點覺得 這樣子的說法呢 是不盡公平的 沒有啦 他們消息都比我們早 什麼意思 什麼叫做他們的消息比我們來得早 這個很多 哪一方面的消息 太多了 太多了 那你要怎麼舉一兩個例子 我們才能清楚知道 什麼樣的情況啊 不用啦 這個 我倒覺得還好 我們台北自主應變速度很快 所以都還可以應付